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談到的是理想七體的進階篇 其中單元一是道爾頓分壓定律一 我是新北高中周曉老師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單元的重點 單元一的學習重點有道爾頓分壓定律與適用的條件 接著我們談到的是水的蒸氣壓與飽和蒸氣壓的定義 我們要探討不同溫度下水的飽和蒸氣壓 以及密閉容器內分壓的計算 之後我們來談到密閉容器內分壓的修正 我們先談到道爾頓分壓定律的適用條件 道爾頓分壓定律是描述理想七體的性質之一 這個經驗定律是在1801年由道爾頓觀察獲得的 其內容如下定溫定容下 而且組成的氣體之間不會互相反應的前提下 理想氣體混合物的總壓等於各個氣體的分壓之和 數學的描述則為PT就是總壓等於 第一個分壓跟第二個分壓以及第三個分壓 以及無數個分壓的總和 也就是總壓等於各氣體組合的分壓的總和 接著我們談一下水的蒸氣壓跟飽和蒸氣壓的定義 水的蒸氣壓的定義是在指密閉空間內水蒸發成水蒸氣 水蒸氣不斷地撞擊容器器壁所造成的氣壓 稱為水的蒸氣壓 而水的飽和蒸氣壓則是指 在密閉空間內一定的溫度下 水的意象跟氣象共存時所測量出來的蒸氣壓 這個時候蒸發跟凝結的兩個過程是達成平衡 而且是一種動態的平衡 當水的蒸氣壓等於飽和蒸氣壓時 我們稱為空氣相對的濕度為百分之百 換言之 在某個溫度下 當時的水的蒸氣壓除以 當個溫度下的飽和蒸氣壓的比例 就是相對濕度 當水的蒸氣壓大於飽和蒸氣壓時 水蒸氣會發生凝結 直到它的蒸氣壓等於飽和蒸氣壓的時候 才會再次達到蒸發平衡 也就是當密閉容器內 水的蒸氣壓大於飽和蒸氣壓的時候 水會產生凝結的現象 我們接著來探討不同溫度下 水的飽和蒸氣壓的情況 對水來說 溫度越高 飽和蒸氣壓是越大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圖形 越往橫軸的右邊的時候代表溫度越高 縱軸則代表它的蒸氣壓 我們可以看到它並不是一個正比關係圖 而是一個拋物線曲線 也就是溫度越高 蒸氣壓越大 我們再仔細觀察一下 那個760毫米拱住點 就是正常大氣壓時 對應下來是100度C 這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 水的廢點是100度C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水的飽和蒸氣壓與溫度的關係圖中 可以呈現 當飽和蒸氣壓等於大氣壓力時 會產生沸騰的現象 這時候的溫度我們稱為廢點 而飽和蒸氣壓等於一大氣壓時 這個溫度就稱為正常廢點 所以水的正常廢點是100度C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溫度喔 那在高山上食物為什麼不容易煮熟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形中看出來 因為越往高山大氣壓力是下降的 所以在這個圖形我們可以看到 當大氣壓力下降時對應出來的溫度也隨之下降 換言之我們可以看圖形中500毫米廣柱的大氣壓力時 對應下來的溫度大概只有80度C到90度C之間 也就是如果到高山上大氣壓力下降的時候 水的廢點會下降 所以即使你看到水煮開了 其實當時的溫度並沒有到100度C 所以食物是不容易煮熟的 這也就是溫度跟飽和蒸氣壓之間的關係 再來我們提到的是密閉容器內分壓的計算 我們從前面已經知道一個密閉容器內的總壓 等於各個組成氣體分壓的總和 而由理想氣體方程式得知PV等於NRT 我們把V給移到右邊去 所以我們可以算得出來壓力是等於NRT 去除以V除以體積 我們帶入所有的東西之後發現 第一個氣體的分壓跟總壓的總和 可以等於N1RT除以V 比上所有末爾數總和之後的RT除以V 我們把RT跟除以V這個關係的東西 把它刪除掉的結果 我們可以發現到 第一個壓力跟總壓的比 可以等於第一個末爾數跟總壓的總末爾數之比 換言之 N1除以NT就等於X1 其中這裡的S1稱為氣體1的末爾分率 我們再把這個公式做一個轉換的結果 我們發現第一個氣體的分壓 等於它的末爾分率乘以總壓 再來我們看到密閉容器內分壓的詳細的計算 實際的例子是一個氣體混合物含4克的氦跟16克的甲碗 請問這時候氣體混合物與25度C時總壓為600毫米拱住 我們接著要求每個分壓是怎麼計算的 第一個問甲碗的末爾分率為多少 第二則問甲碗的分壓為多少毫米拱住 我們先看第一個 末爾分率來講的話用4克去除以氦的分子量 所以這裡是有1末爾的氦氣 16克的甲碗去除以它的分子量16 也有1末爾的甲碗 所以相除的結果發現 甲碗的末爾分率是1去除以括號1加1 也就是2末爾中它在1末爾 它的末爾分率就是0.5 而依照我們剛剛上一頁的PPT中所呈現的計算公式 甲碗的分壓則是用600毫米拱住的總壓 乘上的末爾分率是0.5 算出來是300毫米拱住 所以請同學要記住 這裡的計算來講 只要找到末爾數 接著計算出該氣體的末爾分率 末爾分率算出來之後 再乘以總壓就可以得到分壓了 然後密閉容器內的分壓的修正 有時要考慮一下水的蒸汽壓 像道爾頓分壓定律其中一個應用 就是當反應產生難溶於水的氣體時 我們這時候要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而收集完的時候要決定它的產量的時候 像這個圖形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移動瓶子讓內外的水面一樣高的時候 這時候密閉容器內的氣體總壓 是等於外面的大氣壓力 可是這時候因為它裡面有水 所以會有水的飽和蒸汽壓的部分 所以這時候的密閉容器內的總壓 其實含有水的飽和蒸汽壓 所以當我們要去計算氣體的真正的氣壓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大氣壓力扣掉當時那個溫度下的水的飽和蒸汽壓 換言之PG就是氣體壓力 等於PA大氣壓力減掉P水 也是水的飽和蒸汽壓 各位同學在單元一中我們談到道爾頓分壓定律的一些內容 包括它兩個重要的條件 第一個是在密閉容器內定溫的時候 壓力體積不變的情況下 兩個氣體不能互相反應 然後這熟容器的總壓會給各個組成氣體的分壓之總和 還有我們提到那個水的飽和蒸汽壓的情況 是溫度越高 水的飽和蒸汽壓越高 以及飽和蒸汽壓怎麼影響它的正常沸點或一般的沸點的情況 還有我們在用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時 我們必須要扣掉容器內水的飽和蒸汽壓 才能計算出真正氣體的分壓 目前為止,今天會眾多自們討估口,在飽和蒸汽壓 2019年 大節的反應 否則,你在 jumpG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